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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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菲利塔伊伊 今天的故事叫做 《撒母耳為上帝說話》 全心節是在撒母耳記上 十二章二十二節 經常記著說 耶和華的喜悅選你們作他的子民 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棄你們 今日的信息是上帝很高興地選我們做他的孩子 你有沒有想過做一些壞事 就算是你知道爸爸媽媽或者老師知道了之後會難過的呢? 以色列文就是這樣做了一件上帝難過的事 與其讓上帝來帶領他們 以色列文決定要立一個國王 他們想要跟周圍其他國家一樣 所以他們就找了撒母爾 請他去告訴上帝 他們想要一個國王 撒母爾就跟上帝說 上帝為他們選了蘇羅 當蘇羅帶領以色列文在戰爭裡得到勝利的時候 大家都準備好為他們的國王慶祝 讓我們去吉甲 撒母爾跟眾人說 我們可以在那裡為國王加冕 和獻祭給上帝 撒母爾 蘇羅王 和所有的以色列文都聚集在一起來觀禮 他們向上帝獻祭和敬拜上帝 跟著白髮蒼蒼的老人 撒母爾就請回眾安靜下來 跟著開始的說話 上帝已經按照你們的要求做了 撒母爾說 他給你們一個國王來帶領你們 那我呢? 我從年輕的時候就開始引領你們 你們告訴我 我有沒有騙過你們? 我從你們當中有沒有偷過什麼東西? 沒有,沒有啊 大家都回答他 我可以老實地說 你沒有騙過 也沒有傷害過我們 很好啊 撒母爾又繼續說 現在你們好好地聽我說 我現在要提醒你們 當上帝是你們國王的時候 上帝為你、你和你們的父親 所帶來的祝福 撒母爾提醒他們 上帝是怎樣的差遣摩西和阿倫 帶領人們去離開埃及 大家也記得這件事 你們還記得 以色列文是怎樣忘記上帝 跟著去敬拜偶像嗎? 撒母爾繼續說 上帝允許他們 成為細細拉的奴隸 跟著那些人做了些什麼? 他們求主拯救他們 有些人回答 他們答應上帝會侍奉他 也有些人回答 這樣的事 一而再 再而三地發生過 撒母爾提醒他們 以色列文實在 太多次忘記上帝的恩典 跟著去敬拜其他偶像 就成為了奴隸 他們每次都說 我們做錯了 我們真是認錯了 我們這次真是會認真地去到侍奉上帝 而上帝每一次都原諒 又再拯救他們 現在呢 撒母爾繼續說 你們祈求要一個國王 而上帝也給了你們一個國王 你們並不會永遠都喜歡國王 吩咐你們做的每一件事 你們應該尊重你們的國王 而重要的是對上帝忠心 現在你們看看 上帝要做的事 是修成的事後來到了 我會向上帝祈求 下雨和打雷 這是要讓你們知道 你們不願意順從上帝的帶領 反而祈求又為國王 是何等的惡事 撒母爾向上帝祈禱 就在同一天天空中風雨交加 電閃雷鳴 大家都怕得縮起來 身上又冷又濕 救下我們 他們跟撒母爾哭訴 我們做錯了 我們不應該祈求要一個國王 不用怕 撒母爾輕聲地跟他們說 上帝既然喜悅你們作為祂的子民 就一定會因為祂的大命 不會拋棄你們 大家聽了撒母爾的說話之後 心裡好過一點 他們很感恩上帝選了他們成為上帝的子民 你們做錯了 他們是敬拜偶像 上帝的選民 現在心裡舒暢了很多 他們再次答應 會記住上帝為他們做的善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這裏 我們會不會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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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不會拒絕